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撒摩尔基西亚》第14章 在昨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亚撒龙他等了两年 终于找到机会为他自己的妹妹塔玛来报复 他把他的长兄安嫩给杀害了 在他杀掉安嫩过后,他就逃离 圣经告诉我们,他一逃离就逃离了三年 来到第14章今天所看的经文 一开始我们看见圣经说大卫他想念亚撒龙 一个的父亲,想念自己所爱的一个的孩子 他想念,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君王 君王在当时也是一个最高的审判官 因此大卫大概就陷入在两难之间 一方面他想原谅,他原谅这一个的少年人亚撒龙 他想念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需要秉公来处理这件事情 一个杀人凶手 而且是把太子,大概可能如果按照一般的传统 那个就是太子和长兄 给杀害的这个的凶手 在王室当中,能不能够就这样子的原谅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三年来 大卫的生活大概是 常常就陷入在这一种的困扰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合理的推敲 大卫这几年过得不开心 那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的这个元帅越亚 他很明白大卫的心 毕竟他跟随了大卫很多年 他知道大卫其实心里面是想念亚撒龙 因此约亚圣经告诉我们他很聪明 他就找了一个的妇人 篇了一个故事 来到对大卫来说话 让大卫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够抽离出来 约亚知道 他不可能自己来到大卫的面前 让叫大卫把亚撒龙给带回来 这个很难 大卫大概也会碍于面子各方面 他也很难做这个决定 因此约亚安排了这个妇人 讲了一个故事 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很能够引起大卫的共鸣 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那一个的妇人说他自己是一个寡妇 他有两个的孩子 而这两个的儿子在家外打架 没有人劝阻他们的情况当中 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杀害了 所以问题来了 这时候周围的人 这些的灵蛇 周围城里面的人 家族里面的人 就来要求他把这一个存活的 就是杀了兄弟的那一个的儿子 把他交出来给处死 因为他打死的兄弟要他偿命 大家可以想象那种的这个妇人所陷入的那种困境当中 两男当中 两个的孩子 已经死了一个 现在这一个因为杀了这位兄弟在误杀的过程当中 现在这一个也要被人要求 填命 这一个以一命赔一命 换句话说 这个妇人 这个寡妇 两个儿子都将失去 这个寡妇在一个为难当中 而大卫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见大卫把那个焦点 大家都把那个焦点放在这个杀人凶手当中 但是大卫听了这个妇人的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 把那个焦点放在这个母亲的身上 大卫能够心有感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陷入在这种的两难当中 他想要得回亚撒龙 把他叫回来 但是却因为他自己是国王 要秉公行义的这种情况当中 他陷入一种为难里头 可能他这个皇宫的大臣 其他的这些的顾问 会告诉国王说 把太子给杀害的亚撒龙 这个命不能够存留 国王的心跟寡妇的心 在这个故事当中 是互相契合的 因此大卫决定帮这个寡妇 告诉他说 你就把孩子叫回来 我会出面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让下一个命令 让这一些的人不能够再追究这件事情 当然到最后 大卫也很聪明 他知道这是约亚所出的一个故事 为了要疏解他心里面的那一个的结 把它给打开 约亚在这件事情当中 其实真的是真正明白大卫的心 大卫到最后决定了把约亚给带回来 把亚撒龙给叫回来 但是当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卫还是放不下 那个心结还没有完全的打开 他让亚撒龙只能够远远的留在皇宫 不能够住在皇宫以外 不能够回到皇宫当中 我们看到这是那种很可悲的一种的情况 弟兄姐妹 到最后 亚撒龙两年过后 才有机会见国王 这会不会是导致 其实在后面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亚撒龙 最后他就为自己计划 然后要去反叛 要去背叛 要去谋朝三位 是不是因为这五年 离开三年 然后回来这两年 大卫都不见他 而埋下这一个的情况 我想我们停在这边的时候 可以做一点点的反思 我想到几方面 第一 我想当我们心里面原谅一个人 这种的表达 这种的情感 需要流露出来 特别是华人 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面子 我们很多的情感都是压抑 特别是华人当中的男人 亚洲人 我们的情感是压抑住了 不让别人知道 我们的悲伤也好 我们的痛苦也好 我们都不让身边的人知道 这个的情感被压抑下来 当压抑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像大卫一讲 三年时间一下子就过去 错过了那一个最佳挽回的这种的机会 这是第一 我们的情感应该有机会适当的方法让他给流露出来 第二 我们的这种的情感要转换成行动 大卫想念压撒龙 想了三年 但是一直没有行动 有很多的包袱把它给遮盖 这个没有产生行动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错过了那个黄金时期 我们的情感要流露 我们的情感要化为行动 特别在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当中 要尝试找到机会 把这一个的关系再次的修复 那第三 我想饶恕一定要趁早 压撒龙回来已经两年 大卫不愿意见他 三年过后 大卫把压撒龙给叫回来 而大卫在那一撒那就原谅他 饶恕他 与他再次的建立那种父子之情 我想这对后面压撒龙反叛 就不至于会反叛 我想那种不满的情绪 会得到舒缓 大卫失去了暗论 大卫其实也失去了压撒龙 这五年来 他延迟饶恕 延迟表达他的思念跟饶恕 让压撒龙可能就铁了心 要去背叛这个的国王 我们不是在说压撒龙是对的 但我们说 我会说大卫错过了 那个最佳的黄金时期 对姐妹 今天我们在跟人的关系里头 在紧张当中 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找个机会 找中间人也好 找个机会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的工作场所 恢复那一种的和睦 而和睦 是基督徒的一种生命的见证 因此帮助我们 给我们恩典 我们同行祷告 天保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去爱祢 爱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 让我们学习饶恕 因为神祢是饶恕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的生命 流露出这种饶恕的福音 恩典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 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